我是唐湘龙 我是陈凤鑫 欢迎收看 正经龙凤 好 再来看呢 印度 印度当然也是上合组织的成员 未来 未来上合组织的成员里面 我觉得 最有可能的会会会会会发生的恐恐怖主义攻击事件 大概就印度吧 为什么是印度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我我找的一些的 好了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呢 这 这一张的 我看一下 那我们我们我们先看了先看这这这张的图图图表 这张的图表呢 显显示的呢是是呢这个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呢亚洲的穆斯林人口的分布预测 那我们我们如果有有穆斯林的朋友啊或者说呢比较同情理解穆斯林的朋友包含我我在我在我在用用这张图的时候呢 我我没有要去把穆斯林跟恐怖主义活动画等号的味道 可是因为我要我要讲后面印度的部分啊为什么我认为未来的恐怖主义活动尤其上和组织呢这个以反恐为名的亚洲的中国以上海为名中国有主导力量的一个一个一个区域性的非经济的比较综合性的整合的组织那他的反恐的主诉求里面未来的重点可能会是印度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跟巴基斯坦呢在前两年呢急着联媒要加入上和组织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你说一个一个印度一个巴基斯坦是世仇啊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是是是是这个就是说呢逊尼派的穆斯林国家 印度呢虽然是印度教但是就是因为他是印度教可是在印度的印度的宗教的板块里面 印度呢有大概百分之十五是穆斯林印度境内的穆斯林的人口大概跟跟印尼的穆斯林人口差不多大概都有两亿多那印尼多一点换说在地球地球上面啊穆斯林人口呢最多的大概就印尼跟印度这双印我都我过去讲过了用用两个印印尼跟印度你发现用英文的名字India跟跟的Indonesia 因为因为之前呢之前的西方航海的时候呢到了印尼的时候以为他们到了印度Indonesia 好那你看到的我我刚秀的这张图里面你看到那个绿色的大大块的那个那个绿色他在告诉你就说越大块那个绿色越大块 就是呢穆斯林人口越多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的穆斯林人口除了印尼以外另外呢在在中中间的中间的这一的这一块呢我我确认这个是印度OK 然后呢除了印度以外呢啊这这个这个是印印度旁旁边的这边的是这边的是呃在孟孟加拉这边孟加拉呢也也很多印度再来呢巴基斯坦以及呢以及在在过去呢就是伊朗伊朗或者是呢像阿富汗 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啊就人口来讲的还没有刚刚讲的这几块多印度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人口呢反而呢是非常多的好那这个是呢这是2030年的板块是预测大概八年之后的情况印度跟巴基斯坦尤其是印度的穆斯林人口会进一步的增增加好那我们再在看印度的部分了你看到的这张图这张这张图里面呢 同样的我们用用绿绿色来表达颜色越深的因为这是一张印度地图在印度地图里面颜色越深的绿色越深的就是穆斯林人口越多的国家那你看到呢在偏北边的地方啦靠近尼泊尔啦靠靠靠靠靠靠靠近呢这个这个呢巴基斯坦的地方呢克什米尔这些地方这都是呢非常深绿的地方 那非常深绿的地方呢表示在当地印度虽然只有15%的穆斯林可是印度有14亿人口你乘以15%之后呢就就是两亿多那但是呢他又高度的集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但是呢高度呢就集中了在北部地区 那地区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那你看到的呢有黑色斜斜线的部分呢他在告诉你就说以印度的行政区来讲那个呢有黑斜线的地方呢面积越大的表示在那个行政区里面的穆斯林的比例呢就越高 因此呢在北部地方呢有好几个区块呢穆斯林的比例虽然没有占到一半但是呢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那那为什么说那难道有穆斯林印度人跟穆斯林的过去难道没有相处过吗 因为印度教的人口呢大概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八穆斯林呢大概占百分之十五 可是在2014年呢 莫迪啊现在的总理莫迪上台八年了 莫迪在2014年呢怎么上台的 那莫迪是那种的莫迪除了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之外他是一个印度教主义者 我说他正在呢正正在呢把印度带向印度教民族主义 因为印度的种族非常的复杂语言非常的复杂 印度的官方语言有二十几几种 印度的宪法大家说他是一个民主宪法 他有的全世界的字数最多最长的宪法你就知道他的国情非常的复杂 那语言的官方语言就有二十几种在印度境内的官方语啊 你要翻译呢都都非常的困难 因此呢莫迪作为一个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者 2014年之后为什么莫迪稳稳的干了八年 2014年以前美国为什么把莫迪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因为他在当省长他的省在哪里 莫莫迪的省在这个地方我最后画圈的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是莫迪的老家 在莫迪的老家呢也有了不少的 因为他靠近巴基斯坦了 这个地方呢也有不少的穆斯林 莫迪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他在这个地方当省长的时候呢 他跟穆斯林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 对穆斯林呢就采取相对高压的手段 所以当莫迪莫迪呢用这种所谓的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者 号召印度教 把印度呢成为一个单一宗教的国国家的诉求出来了之后 他狂胜 当然了因为信印度教的占百分之七七的将近八成啊 可是之后呢当然就造成了 就造成了就是说 呃整个的印度境内呢 印度教呢跟穆斯林之间的紧张 陆陆续续呢就发生了穆斯林的抗争事件 跟了个别的这种的恐怖攻击的活动 尤其到了二零一九年呢莫迪那更更狂热了 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 有川普 那整个的 整个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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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翼的民主主义力量的抬头在印度身上的如虎添翼 莫迪在二零零零九年呢通通过了他的那个就是说 他他他不叫做移民法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呃 那个那个的叫做呃他他叫公民法 好印度的印度的公民法的修正法案里面 他对于对于就是说呢 除了土生土长的印度的少少数的宗教 那他可以取得印度公民好像放宽了一点 可是呢在海外的部分非印度的 但是呢在附近的 如果你受到宗教迫害的 这些呢这些其他的其他的少数宗宗教 你要取得印度的公民权 他有了新规定 可是呢在这些呢被列举的宗教里面没有穆斯林 因此穆斯林呢就觉得说哎 你在你在你在刻意的打压穆斯林 你在削弱印度境内的穆斯林 印度 在今年我我刚说呢印度印度在在今年 2022年呢是从印度未来的角度来讲会是印度年 因为他在他的GDP的总量上上面他超过了英国 呃我们看一下呢 全全球的这个GDP的排名 你这个是我用的是IMF的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呢 我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2021年的这是确定的 但是现在2022年是推推估的 但是因为2021年的确定的数字 你看全全世界的排名第一的 那全全球的GDP的总量大概呢是84兆 美金用美元去计价 2021年全球84兆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呢 全球的GDP是一直在成长没有 其实因为 因为2021年2020年的时候呢 因为呢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2021年全球的GDP呢 比2020年的时候还少了3兆 好但是不管怎么讲 你从2021年去年来看呢 美国呢将近23兆 中国呢大概17.7兆 占到了美国的78% 我们之前已经讲很多了 那美国之水对中国颇为忌惮的原因是 中国的GDP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占比已经到美国将近8成 美国在历史上面从他呢 从他在在呢在在南北战在战争18 尤其到1870年之后 美国成为呢确定地球上面最大的经济体 GDP呢总量最高之后 到现在为止150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GDP的总量 跟美国这么接近过 所以美国呢打压中国呢是正常的 是很你起码你可以理解的事情 好但是后面的第三名是日本 第四名是德国 第五名是英国 这是2021年 那你看到的是前五名他有另外一个意思 前五名呢 也就是地球上面 货币流流流流通量的前五名 美美国美美元当然是流流通最多的 那德德国所代表的是 是欧元那欧元区的货币的流流流流通量 日元大家就知道第五名的英国的英镑 再加上的中国的人民币 所以你知道一个国家的国力的强弱 就决定了你这个国家是不是地球上面 大家愿意去持有当作保值跟交易 跟支付清算的目标的货币 那个没有什么好好讨论的地球上面GDP 最大的前五国他就是地球上面呢 他的货币被国际社会普遍接纳也摆进 摆进了就是说呢国际货币基金的就是说 特别提款权的五种货币就是地球上面呢 就是GDP的前五强 可是英国退后了 今年英国会退到印度后面 但是退到印度后面那英镑就就挖完了 对英镑已经完了 因为英国会继续往后面退 英镑呢英镑之所以暴跌 不只是因为特拉斯当选 英镑的暴跌原因是会是个长期趋势 英国的国力经济的持续的衰弱 已经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那当你国力衰弱的时候 即使过去你曾经是19世纪 20世纪初的伦敦呢是全球的金融中中心 巨网以英国不管怎么挣扎 英镑呢就继续往下面掉 现在已经是1.15对1美元 那估计呢不管美元加去的强强弱 英镑呢都会呢继续往后面退 但是难道难道难道呢就说呢印度的印度的这个这个呢就说呃 卢比会会上来不会 印度的卢比也没有机会 那我我说除了今年呢你会你会看到像高盛的这些国家 开始有一长波的你一定会看到一长波的炒作印度 但是你千万不要不要不要跟印度这这国家没啥希望 那除了除了除了刚刚讲的就第六名印度之外后面 你看到的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第10名是南韩第11名是俄罗斯 第12名是巴巴西13名呢才是澳洲 所以呢在大英国协里面呢 当印度的印度超过英国之后 印度就成为大英国协第一大经经经经经济体 呃比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也在大英国协里面 澳大利亚在大英国协里面 所以当印度的超过英国英国之后呢 印度就成为大英国协第一大经济体 那你觉得大英国协者怎么样不你要你 你你你可能不太注意英国在如何如何组织他的世界观 印度英国在脱欧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一个潜台词就是说脱欧没有关系 我们有大英国协 我们把未来希望的摆在经营大英国协 我们是大英国协的大哥 可是当印度上来的之后呢 英国未来还有没有能力去领导大英国协 大英国协还能够撑多久 还能不能够呢维持原来的样子 尤其在英国女王老了 因为英国女王一旦过世了之后呢 你可以想念那个大英国协的崩溃呢 会来的更快 但是 印度为什么没有希望 我我我过去也也曾经约略讲 印度印度出现的问题 除了刚讲的宗教问问问题 宗教问问题呢会导致呢 他的内部的内部的冲突不断 未来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大概会会在印度 第二个 他的他的宗教问题所引发的就是说呢 这种的 骑士的阶级问题 因为印度表面上面他有他有地球上面了 这我文字最多的最最长篇的宪法 可是他的宗教力量 印度教的这种的总性制度哦 让上在上下在下几百年都不会变 天生命好的生下来天天生就贵族 职业不好照样被供养 但是呢 你不管你在在怎么努力 你你头你出生的时候呢 爸妈不对 如果呢你你是呢 总性制度的最下层是会多 那你就是你一辈子都会多 你基本上面呢到哪里呢 你的你的收入再高 你社会地位仍然不不高 这是呢就算是没有穆斯林 没有宗教问题 印度的他的种性制度 让他在现代化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 他的第三个呢 是他的阶级问题 他的贫富差距呢非常的严重 中国 不久之前呢 巴切莱特五月份啊 就是这就是联合国的就是说人权的高专巴切莱特呢 到中国的时候 当然全世界都在关注巴切莱特如何谈金江 可是我比较关注巴切莱特在离开中国的时候的那场的记者会里面 我认为巴切莱特对中国最大的赞美就就就是没有想到中国 已经呢让14亿人集体脱贫 比联合国的预期还早了10年 中国的集体脱贫得到了联合国的人权高专的认可 就是中国已经集体脱贫 脱离联合国的贫穷线 可是印度呢印度同样14亿的人口 但是印度还有 还有还有大概 百分之二十五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还在联合国的贫穷线之下 呃我的我的我的资料 第一地啊这张图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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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你用看的好了 这张这张图呢在上个世纪的七零年年代的时候呢 印度的在联合国的标准来讲 印度的贫穷人口 在上个世纪的1973年74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的时候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印度的人口 在联合国的贫穷线之下 之后呢一直在下滑了 下滑呢到到现在呢大概到了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 公元两千年的时候大概降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多 现在呢大概还在还在百分之二十出头 印度的印度的贫穷人人口 他所导致的犯罪跟贫民窟那种呃 电影反正宝莱坞店你也看看很多嘛 他对印度来讲的是非常沉重的负负担 所以 为什么李显龙呢会非常看衰日本印度跟欧洲 他认为呢欧盟的问题呢是欧盟不可能团结 他说欧盟的那种的结盟的方式呢注定他不可能团结 他说欧盟未来一定 一定呢他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欧洲 日本我刚讲过日本呢就未来就去平庸化 他不只不会是亚洲的一哥连二哥三三哥 未来呢日本的都会非常的困难 但是印度他他认为大家对印度的想象太多 他认为印度的发展困难重重而且是很难突破的 好那印度 印度大家现在现在在想象印度说他的他的GDP超过英国 因为印度英国刚看嘛英国的英国的GDP呢是 是呃2021年呢是三兆一千一千亿呢 每美元那印度呢是两兆九千四百亿美元 那因为本来就很接近那今年的印度英国衰衰退 印度呢前进位置互换英国大概就继续往后面走 可是 三道多者怎么样呢 就说我们我们在谈到亚洲这政治的时候呢 因为印度啊 印度人常常讲就是说印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在谈政治的时候呢 印度人最喜欢谈谈中国每个印度人呢都能够谈的一口的好 中国中国如何如何 这个是你跟印度打打交道的 如果你有认识印度的朋友 你大概会认同这句话 印度人超喜欢谈谈中国谈起来又爱又恨啊 他们也会也会谈到中印的边界冲突 谈到1962年的中印战争战争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对是对中国的那种那种那种羡慕嫉妒恨 就是同样是14亿人口的国家 你知道1990年的时候 1990年当东欧瓦解的时候 中国的GDP啊还在印度的后面呢 中国的GDP大概只有印度的五分之四啊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要要说印度很穷 中国是讲不出口 因为中国比印度更穷 那不过是20多年前不到30年的事儿 你知道这30年中国发生多大变化 中国只要看着印印度啊就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对中国呢 就是羡慕嫉妒恨 因为明明30年前我印度就算再穷 可是我看到你中国的时候我还是抬头挺凶啊 我还是比你有钱啊 可是呢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印度就算你你今年突破三兆 他不过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五分五分五分之一弱六分之一强 中国呢今年大概有有机会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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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不过度贬值的话 大概有机会突破18兆 那印度呢三兆六分之一 中印度的GDP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你认为印度会多会多强不会了 第二个印度印度的印度的就是说呢人均的生产力 大概也只有中国的五分五分之一 因为人口呢差不多了 那个换算起来大概呢也不困难 第三个就是说印度的印度的人口 印度人口虽然跟跟中国呢差不多今年呢 应该会超过中国 可是印度的国土的面积大概就是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三分之一 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GDP呢是中国的六六分之一 今天要把印度呢吹捧的就他即将呢即将的取代中国 也许二三十年之后他就超过中国 二三十年不要说二三十年 我我我认为两三百年 以印度的结构跟中国的结构来来看 印度都不会有机会 甚至于连车尾灯的都还是很难看到 今天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吹捧 其实我不知道印度的朋友怎么想了 但是务实一点不可能 我认为印度不会超过中国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是我个人的认为 我认为印度在亚洲是被孤立的 不是被孤立是他自己的国家性格注定他的孤立 这跟中国非常不一样啊 我我说中国今天今天的过完中秋节之后呢 中国就要开开上和峰会 虽然这次不是在上海开 可是开上和峰会的时候 何信呼来亚洲国家未来的最大的 非经济的组织就是上和峰会了 现在的观察员也也好对话伙伴也好 将来陆陆续续加入 亚洲大部分的就是说呢 空空间跟人口都会在上和组织里面 包括印度 中国跟印度加起来就占地球人口的35%啊 好吧那印度 中国中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以反恐为名 中国也不过度操操作 也不举举行什么呢 动不动大规模的军演锁定特定对象 这跟呢美国拉拢印度呢去参加呢QQ4 让印度飘飘然觉得自己很很伟大 那是非常不一样的意义 印度在地缘上面非常的孤单 他周围的国国家要不然就他的敌人 除了被他控制的 那个被他吞并的习惊 以及呢被他看的死死死的 现在正在挣扎的不不丹 以及呢过去呢差点被他吃掉 但是呢现在呢看到印度声音越来越大的 尼泊尔更不要说呢旁边的孟加拉 不要说呢旁边的呢巴基斯坦 甚至斯里兰卡 这些国家跟印度的关系 现在不好将来也不会好 不是中国挑拨离间 而是当你印度呢走向一个所谓印度教霸权主义 他让周围的国家都变得非常的紧张 缅甸就变成是一个佛教霸权主义 斯里兰卡的佛教呢也也很很强大 穆斯林也很多同样的旁旁边的 你看到的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难道不有不安全感吗 当你成为一个印度的一个印度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呢印度教霸权主义的时候 你跟旁边的巴基斯坦 你跟中亚的这些的穆斯林国国家 你跟了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甚至伊朗 你很难发展出呢很强的互信关系 那中国为什么可以中国不是特别可以 我说中国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沾神不沾鬼 他基本上面呢就是一个无神论信仰 对外关系上面不太谈宗教 最近栗战书呢昨天出门 栗战书呢是人大的委员长 栗战书昨天出门我看到很多的国国家呢都在都在都在讲 这次栗战书出门去呃去去去帮的习习近平呢去做关系 那是去包括去蒙古啦然后然后然后呢去去俄罗斯啦 那去这些地的地方呢呃习近平跑跑不到栗战书呢出去跑一跑 栗战书呢出出去对我来讲只有一个 我认为我认为北北京 有听懂我我不是听我讲但是我讲了很久 就是说我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中缺了一块国会外交 但是栗战书的出门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出门 我认为那是呢中国的中国的就是说呢国会外交的启动 但是不管呢中国的怎么样做做外交 中国就不会去开一个中呃宗教峰峰会 中国在这方面来讲呢中国过南党就一句话形容 禁鬼神而远之 但这个禁鬼神而远之呢反而使得中国在处理各种的宗教 不同国家的宗教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显得比较有弹性 我不会去干涉你内政我也不会去过问你宗教 我也不会去跟宗教指指点 因为宗教一沾上了之后啊 既然叫做叫做信仰就是有我没有你 我的神存在的时候你的神绝对不能够存在 不同的信仰能够共存那个是自我催眠的结果 在实物上面来讲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